今天有做什麼準備嗎 飞兒樂團前主唱詹文婷 跟恩師陳靜寧思破臉 槓上法院 如今一審出爐 判詹文婷無罪可上訴 哈囉老師好 昔日師徒鬧分 雙方多次開庭 就連前團員阿慶 也以證人身份出庭 行程三人解體後 受杜罪法院合體對決 當年組團在歌壇串紅 留下不少經典作品 沒想到最後反目成仇 詹文婷告團長陳建寧 未造文書假簽名 後來不起訴 結果詹文婷從原告變被告 被檢方以誣告罪起訴 法院審理後 認為合約數和協議書 文件長達十多頁 加上很多法律詞彙 導致簽名過程反覆 容易使記憶混淆重疊 加深詹文婷認為 非本人簽署的認知 不能證明被告有誣告故意 一審無罪可再上訴 詹文婷則表示 感謝一直以來身邊朋友 和歌名對我的信任 關心和支持 感謝司法公正還我清白 期盼回歸音樂裡的純粹 儘管司法公防站看似告一段落 但面對昔日恩師喊話盜竊 詹文婷是否回應還未可知 策略新聞正常的宣傳予台北常報道